講到藥酒啊 有時候你吃那個羊肉爐 那種爐系列的 加一點點酒 那味道特別不一樣 有人因此大發力士 我記得以前我在電影公司 有一個巨物 他們到他們老闆 就在爭埃來就對了 都輸劑米酒你知道嗎 那時候 南島 有一間 很好吃 真有名的 因為有肉爐 就特別找他們到去看 結果去試喝 他說 你這個真的 這米酒劑得很順 又香 但是 你這四十幾度 米酒 你怎麼輸劑就四十幾度 公美酒的二十幾度 要怎麼下去平均 他說沒關係 我在鼻粉裡面 都有我咖哩怎麼下去叫 你下去煮 當中就煮一鍋子起來了 那個羊肉爐的老闆 一隻 米婉要用公美酒劑的就對了 還比較好吃 所以他就放棄 他說不粘氣 我自己配合 你知道 因為他的羊肉爐生理很好嗎 所以他都開始去煮 因為 雖然比較貴 成本比較貴 但是 那個羊肉爐 真好吃 一天 一個分局長 剛才上任 你知道嗎 底下 一些隊長 組長 請他去吃羊肉爐 這個分局長 一隻說 我還沒吃到這麼好的羊肉爐 酒香 那個肉 那個肉 那個酒 酒都已經灌到那個肉裡面了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問這個老闆 說 你這是用什麼米酒下去劑的 他說 我們這個都去把什麼人配就對了 他說 晚上就輸酒 他說 對啊 你知道那個老闆 這位大哥 那個老闆 那個老闆算給你送 你知道嗎 他怎麼會知道 這個有辦法 結果他說 他就說 他就在第三位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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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人去炒 炒後 就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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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兒子聽說 他們老闆抓到了的時候 他就跟他說 賓果不利 跟大人說一下 我們家出事 我回去 我回去 接這個客戶就對了 不知道 幾個回去 回家 回家 那時候 那時候 財政部 開始開放九百 他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他說爸爸 我們趕快請一個九百 因為 我們的燒酒 都很有名 結果他們就開始去炒 那九百 就炒下來 炒下來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 家裡算 完了 有一個 就開一間米酒小型工廠 就開始賣 他們本來在南道這裡 我告訴你 這裡的市場都沒有問題了 除了他們有九百 之後 市場的市場 好像保特平一種 米酒有沒有 開始 他們就開始 在南道這裡就開始賣 我生日越多越大 結果有一間財團 我怎麼酒淺的財團 看到他 欸 生日這麼好 那時候米酒剛才開放了 酒白剛才開放 他說 我來投資你 錢我出 廠房我來蓋 你知道嗎 他們家聽到當然這樣也好啊 反正有高分在那裡 就開始 下去投資 就擴廠了 擴廠了 我告訴你 沒幾年 這個財團 已經將他的病 都了解了 你知道嗎 都了解了 今天我沒有需要你了 慢慢慢慢慢慢 將這個高分 吃起來 吃起來就得了 因為那時候 開始 九百代 大家就開始一直申請了 所以米酒開始 以前說不叫米酒 現在是幾十間的米酒公司 不然整個大陸 他去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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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什麼做酒 他在大陸 做白酒 生產白酒 我想現在在大陸 他也有一席之地 但是這個 反觀這個財團 回來了 因為米酒現在大多了 平常了 銷路不像以前 他們一直獨秀 所以慢慢慢慢 這個財團 倒出這間米酒公司 就對了 慢慢慢慢 利潤也沒什麼有